BNT疫苗开大,花莲四围高中共有大约是959位的学生率先打头诊接种疫苗 而四位高中校长指出,作为花莲第一所施打的学校,学生施打的比率达到了9成6 而抢头乡的高三生表示,很开心能够成为花莲第一位施打BNT的学生 也是全家第一位接种疫苗者,那么希望保护自己,也保护他人 全国国高中生23日陆续开打BNT疫苗,花莲四围高中抢头乡率先施打 校方准备教学楼穿堂,让学生填写接种卡 依照防疫规定,依序进入体育馆和对身份询问身体状况晚就打疫苗,现场秩序良好 而花莲第一个施打BNT疫苗的学生高三学生表示,事前没特别准备,不过心情倒是有点紧张 也是有看到一些案例,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小紧张 打完疫苗的感觉怎么样? 感觉其实还好,不会特别不舒服啊,打的时候也没有说很痛之类的 那你自己对学生试打疫苗的态度? 嗯,觉得是必须的啊,因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身边的人 就是,觉得是必要的 你知道打完疫苗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上,或是家里有没有跟你说要注意什么? 就是多喝水,然后不要聚会运动之类的 四位高中校长蔡中和表示,全校共计959名学生同意接种,有44人不同意,施打率96% 施打前已提醒学生该注意事项等相关说明 在施打之前,我们学校都针对指挥部的还有所有的施打疫苗的一些指引 提醒他们在防疫前应该注意的事情 在防疫当中还有防疫之后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学生也都非常的了解,也有放过一些相关的影片 那至于施打后以后,学生的防疫假的问题 在我们这三天的防疫假的过程当中,我们是有学生针对他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请假 如果说没有身体的状况,我们一些的教学都是正常 包括明天的教学 那但是我们有调整的一些课程是室外课的部分 因为在14天之内是不能做一些激烈的运动 所以我们的体育课还有国防通时的一些室外的课程 全部移到室内来做进行 也是希望学生在施打疫苗的过程当中都能非常的顺利 也保护自己,也保护所有的同学跟保护家人 校方表示,目前学生施打后仅少数人有晕针反应 学生可依照自己身体状况请三天防疫假 若没有异状者正常到校上课 由于接种后14天内不能进行剧烈运动 因此也调整体育课,国防通试室外课,改移到室内进行 而教职员有99%都已施打AZ疫苗 期盼能让教学环境更安全 介绍长帮远华领士报导